朋友里面 比赛 林格林 作曲 母带 不分把特爱丁生 他们都是谁 何时才能无尽一切都知道 东西永远抓不到 鸡蛋涌涌水就飘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人了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官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都摔不掉 科学是何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细胞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植物条捂上了腰 科学不会睡懒觉 中医里的化学 爸爸 今天给我找哪位科学家呀 等等啊 宝贝 我正找呢 好 就是他了 今儿啊 老爸给你讲 药用植物化学的先驱者 这个人就是中国的赵承古 赵承古运用近代化学方法 对古老的中草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赵承古 自十年 1885年12月11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一个中药铺主的家庭 清末科举重秀才 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 在20岁左右通过了前清江苏省官费留学生考试 1905年赴英国留学 听听听 中药难道又是中医 我都看了好多关于中医的科学家了 能不能换一个呀 这次跟以前讲的医学家可不一样 以前讲的大部分都是行医治病 这次的赵承古可是对古老的中草药进行了化学研究 简单点说 不就是把中草药里有用的成分提炼出来吗 喝的中药不都是熬出来的吗 还要提炼什么化学成分 这作用可大了 让我想想啊 比如说吧 货香正气水就是从中草药里提取有用的成分做成的 如果夏天中暑了 这个药那可是熟选 用起来方便极了 火香正气水 这个药可能喝了 欸 寶贝 老爸先去接个电话 对了 宝贝 赵承古做了好多有意思的实验子 你不想去看一看 我讨论讨论 宝贝 还是我带你去吧 你看那是谁 快走宝贝 小树枪 这不是耍赖吗 这是在哪儿啊 这 这怎么是耍赖呢 这叫计谋 这是在法国的一家制药厂 名字叫罗克药厂 你看你 走错了吧 赵成谷可是中国人啊 你怎么跑到法国来了 我怎么会走错呢 赵成谷受聘于法国罗克药厂研究部 他在这里工作了七年 在任期间 他研究出了局部麻醉药普罗卡因的新生产工艺 并获得了专利 后来呢 他还被提升为研究部主任 他怎么在外国工作呀 这只是暂时的 赵成谷可是非常爱国的 他时刻惦记着苦难深重的祖国 后来呢 他毅然辞去了待遇优厚的法国药厂的工作 在1923年返回了祖国 1925年赵成谷到北京协和医学院 担任药物化学教授兼药理系代主任 开始了中草药的研究工作 哎呀 小树枪你就别说了 既然赵成谷都回到中国了 那你快带我去看看 快走 哎 别急呀 回到我的祖国了 一看那边的城楼我就知道 这是中国了 哎 哎 你说你 招什么急呀 这 哎 这就是赵成谷后来工作的城市 北平 北平 听着耳熟 对了 你也跟我说过 北平是北京以前的名字 对吧 小树枪 哎呀 不错啊 宝贝 这都知道啊 说起这北京啊 其实最早 在隋朝的时候 就称为过北平 后来呢 他所谓明朝的都城市 又改名为北京了 北平这个名字呢 以北京早了六百多年了 后来 哎呀 好了好了 你怎么又跑题了 快带我去找赵成谷 哎 学问多了 也是个麻烦的 你看 一不小心我又说多了 走吧 赵先生 您好 听说您的研究院终于建好了 恭喜恭喜啊 哦 啊 原来是小树签啊 研究院 见是建好了 但是还取很多设备啊 哎 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我带一个朋友 来看看您 是怎么研究中医化学的 呃 他叫洛宝贝 您好赵先生 你好 你好 中医我知道 化学我也知道 但是中医化学 我还是头快听说 赵先生 什么是中医化学呀 这中医化学呀 就是用现代化学理论和方法 研究中草药里有效成分的学科 主要研究单位中药里的有效成分 然后提取分离等等 我见爸爸每次熬药的时候都要放好多种草药 才能熬出一小碗汤药 哦 我明白了 有效成分就是熬出来的汤药 那应该说是汤药里含有有效成分 不过中医化学还得研究这个有效成分是什么 赵先生 我真佩服您 条件这么艰苦 资金又短缺 您还能把这个研究院给建立起来 真是不容易呀 条件苦点没什么 只是现在缺设备 我们还得筹集资金订购国外的仪器设备和药品 宝贝啊 老爸刚离开一会儿你就没影了 啊 你现在这是在哪呢 哦 老爸呀 我们在赵成谷的研究院里呢 哦 赵成谷建立这个研究院可不容易了 他千方百计的筹集资金 订购仪器药品 还有对工作必不可少的期刊 而且啊赵成谷还设法把过期的期刊补全 使研究院成为国内化学期刊最完整的科研单位之一 啊 过期的还要啊 当然了 在那个战争年代 研究资料那可是非常珍贵的 啊 怎么还有战争 小树枪没跟我说呀 我得去看看 哎 哎宝贝 宝贝 小心点啊 好 小树菜,你们这是干嘛呢?需要我帮忙吗? 现在是战争时期,研究院在这里不安全了,得搬到上海 啊,真的有战争啊,快带我去看看 呃,我看还是算了吧,虽然有我这个无所不能的小书签保护着你,那还是很危险啊 是啊,宝贝,你啊,还是好好的看看科学知识吧 哦,也是 咱们还是去看赵承古的科学研究吧 好吧,既然那么危险,我就不去了 等我一下 走了 哎呀,真是太好了,终于成功了 赵先生,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关于植物生物碱的提取方法,我终于找到一种既简单又非常有效的方法 碱模本进法 以前的乙醇浸泡法得到的粗提物成分复杂,不易提纯分得解经啊 什么是生物碱 呃,生物碱就是存在于自然界里,主要是在植物中的一种含氮的碱性有机化合物,有类似碱的性质 哎呀,我来说,这大多数的生物碱都有复杂的环状结构 都包含氮原素,都包含氮原素,有显著的生物活性,是中医药中重要的有效成分之一 小树芮原素,你说的还挺专专业的啊 那是,我可是无所不知啊 又吹牛 这是什么花,真漂亮,我从来没见过 这个叫勾吻,是一味中药 通过我独创的分离提取方法,我从不同的勾吻中分离出了七种生物碱结晶 用这种分离提取方法,往往能从一种植物中提得多种结晶 比如,从盐湖索这种中药植物里,就分离得到了十三种生物碱结晶呢 啊,这个盐湖索里有这么多种生物碱啊 这还不多亏了赵先生细致的研究啊 许多国外学者研究过的一些中草药 经过赵先生重新研究后,往往又能得到新的成分 比如,从麻黄中分离得到新生物碱 麻黄复复,从曼陀罗中又分离得到曼陀琴 和曼陀琴影新生物碱 啊,那些外国科学家可真出心 科学研究出心可不行 对呀,科学研究容不得半点马虎 我得去写实验报告了,你们随便转转啊 但是千万别乱碰实验仪器啊 放心吧,赵先生 说起这个细心啊 我小书签做什么事 那可都是一丝不苟 专心致志 全神贯注 细致入碑 兢兢业业 明察秋毫 诶,人呐 人呐 诶,宝贝 你在哪儿呢 你们没去什么危险的地方吧 啊 爸爸,我可一向是很听话的孩子哦 没去就好 赵成谷啊,有没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呀 当然有了 赵成谷发明出了一种新的分离方法 你说的分离方法应该是对中药里生物碱的分离提取方法吧 对对对 它能从一种植物里分出好多种生物碱 赵成谷啊 还从三期植物中分得三期皂带原结晶 并证明它和人参二醇为同一种化合物 比日本的化学家从人参中分得人参二醇 早了二十年呐 啊 三期和人参里面有一样的东西呀 是啊 要是没有中医的化学研究 怎么能知道这两种中药里含有一样的东西呢 哎 小书签呢 我来了 我说宝贝 你走也跟我说一声啊 你光哭着自己在那吹牛 我走了你也不知道 好了咱们回去吧 我呢 怎么是吹牛呢 我只是客观地评价一下自己嘛 哎哎 慢点 哎宝贝 刚才小书签又吹什么牛了 哼 他说自己做什么事都是一丝不高 兢兢业业 我可没看出来 呃 不管怎么说呀 他每次都给你讲科学家的故事 这也算是兢兢业业业吧 总算说了一句公道话 不过和赵成谷比起来呢 我还是差远了 那还用说 差的是非常非常远 哎呀 我不就是拉着宝贝去书里转了一圈吗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小乖 这个赵成谷啊 从事研究工作不仅细心 而且还很重视联系实际 对对对 他每得到一种生物碱 都要进行详细的药理试验 例如从长山中分得的丙种长山碱 丙种长山碱抗虐作用 为奎宁的148倍 从盐湖所分得的盐湖所以素 现已在临床上作为阵痛 阵境剂应用 成为中国创制的新药 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点 还有在青霉素试制生产过程中 青霉素甲盐未能获得结晶 但他用较短时间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 只值得以顺利投产 哎呀别急别急 你们三个人一个一个的说 老爸给你讲 赵成谷他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 设计不同的方法 他和他的学生们系统的研究了 雷公藤细心三七贝姆 麻黄等三十多种中草药化学成分 得到了许多新生物件的单体结晶 与此同时 赵成谷和他的学生们在国内外著名杂志中发表了许多论文 中外学者呢都非常的重视和赞赏呀 赵成谷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时候 曾经致力于烙蛋白 英素碱等天然产物的合成和药物工业生产方面的研究 在研究生时期啊 他常以惊人的速度和精巧的技术 出色地完成教授教给的艰巨任务 显示了他卓越的才能 他在英国化学绘制和德国化学绘制 发表了很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呢 啊 都在外国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了呀 是啊 赵成谷热爱本职工作 不论有任何困难始终坚守岗位 从不间断他的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的前期经济非常困难 他用研究院里全部的余款买了三百多银元 发给职工以维持生活 当时勤杂工月工资十元 而赵成谷自己每月领取五元 却照常坚持工作 他平生啊 也没什么嗜好 在实验室工作就是他的最大乐趣了 科学研究啊 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一天不到实验室就好像少了什么似的 我要是一天不吃点好吃的 也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 我这每天不给大家讲点知识 不讲点故事 我也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 那你们讲你们的 我去忙我的研究了 真是闲不住啊 在科学研究方面啊 赵成谷是一个严肃 严格和严谨的学者 他的论文不禁反复验证 从不轻易发表 已经发表的 一发现有错误就立刻盯正 他的科研精神和道德风范 非常的感人 他为祖国医药事业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并为中国药学研究 培养了几代的人才呢 这个中药化学到底能做什么呀 我来给你解答 这第一啊 能了解中医防病治病的作用机理 第二呢 有利于控制中药及中药制剂的质量 这中药的生长 采收 加工 筑藏 制剂等过程中 有许多因素会对中药的品质 产生极大的影响 而中药的质量检查 就是看中药中含有的有效成分是多少 这就用到了中医化学的检测方法 还有老爸给你说的互相挣起水 就是利用中医化学提取中草药里的有效成分 做成的口服液 这是和以前中药不同的药剂类型 这样用起来很方便呢 我来讲 我刚说到哪了 对了 还有中药的真假的鉴别 更得用到中医化学了 看来宝贝真的是缺点什么了 老爸 咱们去吃饭吧 走了 老爸 你不许走 不许走啊 你得听我讲完 小怪 你给我等着 先想 多可遇到了我们 那个无疑真可恨 病人的腿被车轮碾断 受伤不吻 鲜血淋漓 疼得都昏死过去了 无疑还忍 再来 先想 多可遇到了我们 那个无疑真可恨 病人的腿被车轮碾断 受伤不吻 鲜血淋漓 疼得都昏死过去了 无疑还应让病人 跪在神像前面祈祷 停 不是前面 是面前 再来一下 先想 多可遇到了我们 那个无疑真可恨 病人的腿被车轮碾断 受伤不吻 鲜血淋漓 疼得都昏死过去了 无疑还应让病人 跪在神像面前祈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